Zither Harp 正所谓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这个世界什么都要讲包装 就像这只烂鬼戒指一样 那包装得漂亮一点 猪耳性都变贵 这件烂鬼水晶摆设 包装得好一点 就是一件见得人的结婚礼物 就算去喝过烂鬼梳塘表弟的喜酒 也要穿得好好看看 这样才不会被白甲板的亲戚 看起我们是穷鬼 要我们这世都没有暈眩 这么久的, 足够了, 走了… 我先去看看车子吧, 转身来看看 挺好看, 不过对手不太好看 麦子已经几十岁了 手当然不好看 我说, 只有戒指制当然不好看 你也知道死人表姨妈, 白甲板 免得让她自己的耳朵小 不如不要失礼人冲大她 我说你不要失礼人就真了 今天是你梳堂表弟结婚了 你一直在这儿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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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真的是死人头 他们的眼睛就伸在额头上 也就是, 他们这么严重 不然你說去藥, 我也不想去藥 你以為我想嗎? 當然要幫弟弟鋪路 那個死人Eric 又跟Dee做同一間公司 還要跟一個木門和一個老闆 死人也要穿漂亮點, 幫他撐場面 代表哥 阿敏 你還沒死嗎? 我贏了一陣金融海嘯 被浪蓋死了你 還沒死, 不過我已經輸了腿腿 我已經輸了腸仔, 阿敏一向說話 都是這麼好收的, 你不要介意吧? 都習慣了, 沒相關 什麼?代表哥為人好, 少說得少 你猜我弄彈了我表姐嗎? 表姨媽 代表姐 阿敏, 沒見你一陣子 身材也保持得不錯 兩年前到三個都還穿得好 我當然不及得代表姐這麼厲害 假裝幾次都保持得這麼好 是多幾條魚尾紋 還有多個新的阿婆 對了, 阿Dee來了, 不知道在哪裡吧? 那裡而已 對了, 論倍份阿Dee最低 在公司工作, 即是最小 浸茶滴水的事, 適合她做的 Eric, 我去去恭喜他 我去去洗手間 謝謝… Eric 表姐 恭喜你, 穿得像個老襯似的 謝謝 阿Dee, 恭喜了別人了嗎? 我早就恭喜了 阿Dee不知多乖 早就來幫忙撿頭撿尾吧 幫忙也好, 反正阿Dee 遲些也在這裡擺酒 就當熟悉環境吧 是嗎?阿Dee遲些也在這裡擺酒? 沒辦法, 我和這個酒店的羅經理很熟 他也要我給他面子擺酒 我盛情擰卻, 就在這裡擺二十多三十多 二十多三十多, 有這麼多人到嗎? 你們沒有, 我們也有朋友 阿Ban、Ellen, 到時你們早點到 要是那天毛經理也會到的 恭喜我表弟, 毛經理也到? 剛才毛經理才叫我拿一份禮 他會喝阿Dee的一餐嗎? 不要作得這麼大, 你肯定他會到? 他當然會來 阿Dee的未來外父和毛經理很好的朋友 他怎麼會不來? 阿Lak, 還沒聽過你說過 外父又是誰? 趙洪基 失覺了, 趙氏集團的太子女 都被你追倒, 有辦法 說兩支幫我行不行? 趙總是我的大客 臭小子不早說的, 早說的 我們交流追女生的心得 下差眼仔, 我的 好嗎? 其實Rainbow是我讀書上已經認識 阿Dee的交流有什麼所謂? 那一吃飯一定要來我公司附近吃拉麵 那裡有間很好吃, 一定要試的 我還轉了公司, 我公司在中環 謝謝… 有空找我? 表弟 代表姐 表舅父 表舅母 高級行政助理? 阿敏原來你去了摩氏集團做事 厲害 只是小公司而已 這間還是香港八大投資公司 阿敏, 你真聰明 還不老婆喜相好嗎? 表哥, 表嫂 表妹 今天親戚朋友都來齊了, 真的熱鬧 是呀 那天不就是趁家婆婆嗎? 還挺富泰 她不是趁家婆婆 是呀, 她叫莊絲田是甜姐 是最有名的大琴 大琴? 不是吧? 阿敏, 你真是外出了 這位甜姐不知多厲害 她是出名的金牌大琴 很多億萬富豪要娶媳婦嫁女 都是去找她的 是呀, 聽聞由她祝福的新人 個個都是好運齊來 三年抱樑, 大富大貴 如果我們阿Dee有她做大琴就好了 表姨媽, 你恨恨好了 沒有一段時間的面子 也挺難找到她幫忙的 我們要找她 也要提早一年不預定 有沒有這麼誇張? 表姐… 表姐, 你是長輩 快點過來喝一杯新普茶 好… 是呀…這邊… 好腥 你很害怕, 葉婆婆婆請上座 有請一對新人下跪 謝謝 小姐, 有什麼幫到你? 我想問今天住人家擺多少位? 今天有二十五位 謝謝 幸好, 幸好剛才我吹大了 說要二十多三十位 我們碰到這位的大粒粒 你餐氣就放到二十八位吧 二十八位? 你怎麼沒有?多了五位? 多了五位就多了五位 這樣有人情嘛, 要死嗎? 但是連親家、親戚、朋友 全部都聘請了 就是呀, 多了九五位 叫誰坐呢? 不如請蔡婆豬肉佬吧 反正平時我買菜, 她便宜給我 當然不好, 媽子 你那些是街市朋友 人情又不方多 只要穿短褲來到酒店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真好, 最多叫我的舊同事 舊同學去參加場面 那又何必呢?姐姐 何必? 拜託你用腦筋想想 那個死人Eric 跟你一樣都是傻子 他只是早前入職兩年 就每樣都騎著你 你這次無論如何都要威嚇他 關什麼事 只要我把實力拿出來 做成績給他們看 早晚會站著他 錯, 靠實力就拔到一份吧 你應該要讓人覺得 你在打風流攻 人家才會給你一張好牌照 是想的, 剛才你也有眼見的 你跟同事說 你外父和木經理有多熟 他的口臉馬上不同了 所以記住聽姐姐說的 就不會死的了 不死, 結帳的時候 不方不死, 坦坦坦 怎麼我說極你也不明白 你是我的弟弟嗎? 你要記住做人要說包裝 有著包裝的身分地位 就會完全不同 就剛才我這樣 我拿張卡片出來展示 然後他們一看到我的名字 根本就不會理會我做不做事 就覺得你姐姐我做得很棒 你剛才出來做那兩年 更加要把媒面裝得漂亮給別人看 你外父也因為你有專業包裝 才肯將女兒嫁給你 你在愛人面前 你更加要包裝得自己好像很有背景 那你條路就會容易走很多 就算你說得對, 我也沒那麼多錢 我這次結婚除了擺酒之外 主要跟Rainbow去Honey Moon 還要拍結婚照 姐姐知道你把Rainbow做得很辛苦 但是男人應該要視而為重 不是任何事都要遷就她的 馬志, 你說我覺得是否對 對… 不過結婚是人生大事 阿Dee只是想跟他老婆開開心心而已 算了…我撐住了 你繼續Honey Moon玩得開心一點 好, 謝謝姐姐 你真是幸運有個這樣的姐姐 現在你就開心, 媽子又開心 你一定要搞一個開心心的婚禮 好…如果請了甜姐做大琴 那就更不開心 你知道嗎?媽子剛才多聰明 我喝完茶就立刻抓住她 問她有沒有期 我落足嘴頭, 請她做阿Dee的大琴 這樣就可以有一個 好好體體的中式婚禮 中式婚禮? 婚禮要搞中式禮? 對, 媽子想搞嘛 雖然你姐姐說要擺酒 我已經讓步了 現在又要逛中式婚禮 又要偵查接生涼那天 很老套, 我不想 我也不想 但是媽子為人這麼傳統, 你也知道 我沒辦法 怎麼會這樣? 原本我只希望在這裡擺酒 請上我們最親近的朋友 求一個又自由又有男人的婚禮 然後你的家人要擺酒 好, 這樣也算了 我打算晚上開完派對之後 又晚上去喝吧 但是你說要接生涼那些 就是說這個派對不用搞了 我們當就一下媽子好不好? 其實中式婚禮很簡單而言中 那何況你爹地也會喜歡呢? 算了, 搞這些中式婚禮要搞多久? 很簡單, 就是擺酒那天一個上酒 只是一個上酒? 先說明, 你不要再答應一樣又一樣 不然我都不能去Honey Moon 和拍風沙照 早安… 兩個臭小子還沒上班? 波士, 找我嗎? 我想知道接下來的年齡晚餐 你跟得怎麼樣? 預算出來了嗎? 我看過了, 還是跟去年差不多 我在追蹤 禮物和酒席有贊助的 還跟去年差不多? 你身為部門主席, 你有沒有意見? 前一輩金融海嘯 我們這行業是最傷的 如果你為公司著想, 快點談好它吧 行了, 我會跟緊一點 我會說你自己想立職 什麼狗屎垃圾都拿回來做就真的 現在阿賴是阿賴, 也有病 不用錢的結束晚餐 沒事吧?這個世界有事不用錢 還說韓做老闆, 真沒理由 以後的腳踏不到地 活該你一輩子沒有運行 嚇死人了嗎? 你作死嗎?人家是沒有藥醫的 你作死是真的, 罵人罵得這麼大聲 你小心被老闆聽到 我看你剛才走出去而已 出來用死嗎?炒我一笨 我那些人才就出對很多人聘請我 是呀…你這次上班了嗎? 誰說我差?他差而已 那個人想拿什麼結束部門經理 咳完這個人又咳他, 我也不跟他算 他還說要搞一個不用錢的年齡晚餐 不用錢, 搞得好就他拿威 搞不定就我踩糟了 誰叫他有老闆嗎? 我老闆叫我過來問你 是不是真的換了整個部門的椅子 當然要, 你們會計報只懂得檢查 又不知道民間實闊 椅子快坐得我們生痔瘡了 什麼預算? 有貴的、便宜的、賤的 剪掉人家的手, 剪掉我的預算 我就是在別處謀回去 為大棒謀福利, 要換過那些貴的椅子 別搶出去嗎? 我不說, 不過你會不會有事? 怕他會死嗎? 我只拿一份貴的跟他說最便宜的 我不相信他會出去買價 如果真的這樣, 椅子也不用買 我被他當椅子當椅子 老婆, 我把蓮藕扔到了沒有? 到了 有跟有來的, 我故意留給你 是呀, 蓮姐, 其實我把人送過來 給你就可以了 非要親自離開才放心 這個大棒謀者真是不說得 全姐扮人一向都很細心 一個光顧蓮子, 每個人都選過 親力親為, 也不怕辛苦 這是我的份內事 結婚是人生大事 幸好, 一輩子一輩子 怎麼可以隨便隨便, 媽媽呼呼 對了, 結婚是最講義頭的 姐姐, 把蓮子 蓮子要粒粒又圓又大 陳先生, 這件是人生大事 一生而一次 絕對不能隨便隨便, 媽媽呼呼 這副手雖然比較貴 但我可以保證老太爺睡得安長 好, 讓你安心 老闆娘就叫我一定要找你辦事 我相信你了 難得老闆娘和陳先生這麼相信我 老太爺這套白事 我一定會做得很好看 是嗎?那你也要給我一個實數 讓我和老闆娘也安心, 是不是? 安心點吧 對… 我粗略估計 整個桑禮連棺材山地 我想大概200萬左右 200萬? 差不多了 上次大老闆的表哥搞也是差不多 上次你真是搞得挺好的 要不然老闆娘也沒指定要找你 你放心, 我們會搞得最好看為止 全靠你了, 齊哥 我先走了 陳先生 先走了, 試試 好, 有什麼事再聯絡了 有事給我電話 抹抹… 安心了 齊哥, 這副手算落實了 當然了 金老闆, 我算是不能說的吧 一有筍東西就益你 謝謝… 話說回來, 你手上那麼多熟客 不如出來做, 別走保 我轉了行業 現在是很熟悉的客人叫我 我才出來客串一下 金老闆, 這筍東西要怎麼看 我先吃一口 Candy 婉姐, 回來了 我買了一隻白鮮果給你 這隻花痰子咳 你吃了, 真是喉嚨一定會舒服 謝謝老闆娘 老闆娘不是我, 老闆娘在那裡 你幫我做生意給你 還在這裡改婚生徒嗎? 是呀, 大夫 媽媽, 最近天氣很生氣 來, 我買了一些涼茶 你回去煮給小女兒喝 甜姐, 你真是有心, 謝謝你 舊式的結婚禮族 是講究三書六禮的 三書即是拼書、禮書、迎書 對, 六禮就是納財、問名、納吉、納禎 請期和親形 甜姐, 你真是想得周到 程序說得一清二楚 這麼多程序全都要做了? 不算了, 比起以前 現在是簡化了很多 做了這麼多事要多久? 不算了, 也說不算了 要等你們摘了吉日才知道 如果時辰是合適的 可能兩天就夠了 如果吉時吉日都不合適的 就說不定要三天 三天? 那一早就行了嗎? 先來 師父 老闆 你真是快樂 你真是想認識了 哪裡? 你真是真是 你真是想想安心 想安心 你真是想安心 你真是想安心 我們要求安心 姊κε 你真是為了 你真是許 不准你下車… 上車… 養過你才行,老婆 不用這樣嗎?老婆 什麼不用?店裡有客人 你去完棺材店就回來店 你不怕惹的壞蛋回來,我很害怕 養過你 那你養完沒有?我怎麼去給姐姐 我跟你說了多少次 叫你做完白事就不要回來店 你總是當我房間的事是二面瘋 是你今早出門的時候 是時候分貨回來接女人行入帳的 對了,差點忘了去入帳 你呀,碰這些東西是壞了三年 萬一讓客人知道 只要你那個老闆 又做白事又做紅事 到時候真的找鬼光顧 放心吧,我的黑胎變成紅胎了 哪有人知道我做白事 還有,兒子就是澳洲讀書的 學費連洗費要幾十萬 只靠只有你一份,哪有救 我這宗白事殘成二十多晚 你知道嗎? 不知道,經常都問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那個寶貝仔 誰都比我這個後弟還要重要 怎麼會呢?我永遠最緊張的就是你 沒有理由哪裡轉行 沒有理由哪裡開了只有你 沒有理由,我沒了你不行 就這樣了,這宗生意賺到錢 我扣起點,留回來我們去日本旅行 好嗎? 好,去澳洲旅行 去澳洲替兒子開學 看你一說看兒子開學多開心 兒子,你不是說昨天會第一期 學費和宿舍費嗎? 我去銀行檢查過,怎麼沒有? 昨天沒空,行了,過兩天會給你 又過兩天,你再不交錢就沒空了 行了,你是美少女 你怎麼來的?別讓你媽媽這麼客氣 我不是想想你,但你記住… 晴晴八聲? 兒子,是不是晴晴? 你媽媽才殺到 我別跟你說,我免得被她煩 就這樣,你記住去買錢 是不是晴晴?兒子 你不是跟晴晴聊天嗎?沒有畫面 沒有,我上網播劇而已 你表姐近來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忙 我打給她,她說正在開工 要不說趕著外出,要不說要睡覺 兒子,你給我上網找她 我有事要跟她說,我有事要寄給她 我也想找她,她沒有安排 是嗎? 不要,不要丟掉她 明天買個火盆回來,一定在門口 你想被菲菇撤留嗎? 老爸,菲姨 大師弟,回來了 待會兒煲洞裡有熱水給她 她今天又去殯儀館了 阿喜,包沒禁忌… 待會兒我去煲 好 你為什麼不穿我今天買給你那雙新拖鞋? 是呀,我大頭蝦漏在店裡忘記拿回來 我換衣服出來吃飯 好 是大頭蝦還是撐不住? 你沒事吧 公司打算收生財源,真的嗎? 人事部的頭蝦,這娘經常找老闆物針 好像要向脂肪塵開刀 這麼糟糕? 老闆脂肪塵,我怎麼看都是半肥瘦 應該輪不到我的 這封信不是給我的 老闆,我頂孔都是半肥瘦 你知道你壞了嗎? 壞了嗎? 這封信寫得很清楚 你成本的制出了問題 我為公司著想,買了貴凳 所以公司請你另謀高就 老闆,但這條罪還沒算是死罪 那你背著上司,詛咒他 說他以後見蜜,腳欠不到地 這條罪是死罪嗎? 你聽到嗎? 你別忘記,公司的隔場版是你進的 還拼過紙,龍記也聽到了 你現在被人兜了 還要花錢弄你弟弟那堂事,怎麼辦? 那可以怎麼辦? 難道他人不要娶老婆嗎? 都要想辦法了 明天我保證你了 你要陪我做這個絕地救亡帶行動 什麼行動? 麥小姐,在電話上 你說想談談婚宴的細節,是嗎? 是呀,我只是想問一下 羅經理不是說下了會給我們折扣嗎 還是有七節? 不好意思,羅先生沒有交大落 沒有?怎麼會? 林小姐的朋友在這裡擺酒 你也知道你老闆跟林小姐的關係很好 怎麼會沒有? 我知道 我也替我老闆訂過很多絕花 你知道就好 可能羅先生貴人事忙,沒空處理 既然如此,不如給你一個好牌照吧 你當然要給我折扣 到時林小姐見到羅先生 一定會在羅先生面前 讚你有多幫忙,有多聰明 是嗎? 現在覺得難做沒辦法,我沒所謂 反正林小姐約了羅先生吃午餐 可能林小姐開口 羅先生會給五節也不定 不過你就少了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 羅先生 阿Ling來了談談? 是呀 Peter,我現在出去吃午餐,會晚一點點 下午有什麼來找我和留下訊息 是呀,羅先生 你慢慢談吧 兩位不好意思 羅先生今天應該不能安排時間 和兩位吃飯了 我打算那位羅經理追你追得爽氣 怎料你早就過氣 麻煩你丫頭再找個休餐日給我知道 你不還拆了我嗎? 我只是讓你擺上桌子而已 我現在雨得爆了,你是不是姐妹? 對不起 沒計算吧,那彈節省不了 待會彈一定要節省 那個大錦收了八千八塊,這麼貴 對,我不信我們兩百口抓住他 不可以要他減少一點 是呀,但是你媽媽說 太媽 要買一對錦給阿Dee做結婚禮物 這對錦很漂亮 你弟弟什麼身分 他要帶這十幾二十萬的錦 人家都以為是帶AVOL的 你真是不會明白 還要多買一對便宜一點 人家的規矩是這樣,未必有得改 你妹妹沒得改 不是,現在是我們給錢請他做大錦 我們是客人,他服務我們 現在我叫他減少一些程序 又不是加 我也很希望兩位 能夠真正明白我做事的原則 打個比喻 現在的人很喜歡擇定一個好日子 開刀生寶寶 如果你們選了一個好日子 全年最好,寶寶生出來會當皇帝 但是在那一天,寶寶還沒捉月 即使說如果我是那個醫生 我一定不會幫你們提早開刀生寶寶 那不就是拿我們開刀 好,謝謝,再見 隨便咳嗽一樣,現在年輕人這樣想事 甜姐,我叫Mandy,是某一名的姐姐 你不是替我弟弟做大錦嗎? 我有些問題想買問你 你方不方便出來見一見? 外面的大錦平均收三千八 但甜姐的收成八千八元 幾乎三倍,記得預料客人說價 你就減一點 那就減一點 其他人怎樣做大錦,我沒意見 不過我收得這個價格 就是要每樣東西做到足 我這樣也是為了對新人好 希望他們婚姻美滿 說真的,我就不太明白 其實三千八和八千八有多大分別呢? 還沒找個主婦,倒茶,說幾句 吉利說話,什麼白頭到老 喝過媳婦茶,英俊,劉德華 其實這麼少兒科的事,我也會說 這樣吧,麥小姐 如果你認為價錢真的不對,那就算了 其實你不是一定要找我的 那不行,我媽媽指定要用你 你媽媽一定要選我,當然有她的原因 可能她看到我和其他大錦不同 物有所值 麥小姐,如果你覺得真的不值 那我把所有訂金都退給你 沒問題的 那就是沒得談 這樣吧,不如你們回去考慮清楚 不過要早點跟我說 因為你弟弟結婚那天是好日 我可以安排時間照顧其他新人 好,就這樣吧,我不妨礙你們 不知道是什麼人,沒禮貌,尊重人 每個人都不想搞,也不想幫他們搞 你真是被迫著要用她 不如我抹擊死你 你幫我看看這幾套賀子 是不是這個受金銀線的時興D 我差不多要走人全港九新界 都不知道哪一套適合我媳婦 現在的年輕人跟我們的想法不同 她們未必喜歡中式婚禮 勉強也沒用 是,不過我媳婦沒說不喜歡 你真是二十四孝奶奶 年輕人喜歡什麼,她們會選擇 她忙嘛 我媳婦在外國長大 不懂得這些傳統禮教的東西 是不是這件時興一點? 就這件吧,這件的材料比較新 所以比較輕身一點 現在的年輕女兒不喜歡穿起見垮 都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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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身就喜歡了 好,就這件吧 我還有一件想問你 我想買一張子孫皮 哪裡的子孫皮是比較可愛的 我看見很多都很漂亮的 你真的每樣東西都為子女 想得這麼周到 自從我兒子說結婚 我就緊張得什麼樣 一邊怕做漏夜,買漏夜 沒辦法 他們的爸爸一早就不在了 林忠那時候最放不下就是這個小子 現在他讀書,結婚 最難得的,媳婦又漂亮又擅長 他是做首飾設計的 自己也有一間小店 我喝了這杯媳婦茶 他爸爸在天之靈,一定會很開心 所以我一定要做得很好的看看 算了我的心事 我明白,大家都有子女 我怎麼會不明白你是為他們好 你放心,你娶媳婦這麼大件事 我一定會幫你搞得很好的看看 讓你兒子以後順風順水,夫妻和順 那我指望你了 你還有什麼還沒買? 我今天有空,我陪你買,我熟悉 是呀,你真是好人 到時候我一定會把一包大利是給你 陪你去買東西,不用封利是 有緣相識都是朋友 朋友是要互相幫忙的 挺漂亮的,媽媽 蚊子,快點過來看看 照片很漂亮 幹什麼?搞攝影展嗎? 什麼?PVED一定是照片 不用錢,也不用拍這麼多 多拍些才可以選擇 我說阿Dee這張照片是最漂亮的 可以放大它 要不要放大?放大還是做車頭? 錯了 放大…你喜歡 對了,姐姐,拍照筆數你先幫我斬 遲些拿走吃的筆一次給你算 有嗎?算了,三千八了 什麼三千八?三萬八了 為什麼三萬八這麼多? 三千八的包包包包了十張照片 Rainbow看照片漂亮,想選多一點 就換三萬八了 人家Philip拍照拍三千八 我介紹你拍的拍三萬八回來 你做人有沒有預算,有沒有計劃? 你知不知道這次結婚花多少錢? 無緣無故在這裡發什麼浪禮? 我發浪禮?我說你發神經就真的 三萬八拍照的照片 你知道什麼叫做英實實實 英省省省省省的? 拍照照片就只有看字 看完還要找地方擺 多擺幾年就用來賤煲底 幾萬元拍照片 什麼無謂照片? 你覺得拍照是無謂 我也覺得擺了一萬大份無謂 那是怎樣的角度 那倒不是這麼說 好,洗…洗…洗到吃菊種 你說吧,我現在沒工作了 沒工作了 現在沒我姐姐的後台看你怎麼死 你什麼時候沒工作? 你沒跟我說過 那現在怎麼辦? 有什麼怎麼辦?就是吃菊種 那糟了,擺酒拍照Honey Moon 那我見完婚就有什麼重宅? 不是你猜的 都是冷瀟灑還說要人洗那樣洗 看你怎麼撐 關我什麼事? 一開始我都說簡簡單單旅行自分算 是你什麼為我們撐大 我叫你跟媽節高興我才撐大 什麼?我們高興嗎? 不是嗎?不是為了你們,我用不著撐嗎 現在是為了我們 現在是誰結婚 你結婚還是我們結婚 我跟媽節這麼辛苦 你怎麼撐心撐命為誰? 你說是為了我們,你再說一次吧 我說了什麼? 我一開始又做了什麼? 不跟你說 你現在是什麼態度? 敏娜 你為什麼好死出來? 你們兩個別吵了 為了他,壞事都為了他 現在看到什麼? 你氣死我… 敏娜 你們別吵了 媽媽 這麼乖,晴晴 打電話給媽媽嗎? 怎麼樣?你收不收得我… 我不是找你 我找兒子,你快叫他聽 他不在,應該是還沒回來 我找了他一整天,我又趕著出去 你什麼事找到他這麼急 你說什麼我聽,我跟他說 他又說把第一期的學費 和宿舍費進入我的戶口 到現在都沒有 但他那邊說他過期都還沒交錢 要取消他的學位 說話?我等你解釋 你打算騙我們到什麼時候? 不是晴晴打電話回來 你也不會說的 錢去哪兒呢? 你老爸上個月 不是那些錢在你身上嗎? 那我不想去澳洲 你不想去 你一直想我去 我沒說過想去 澳洲有多好 我當然知道香港語好 你讀到嗎?你讀到香港語 我不用浪費才送到澳洲讀書 沒有照片 你對時找事還能找到嗎? 你爸爸付錢你出去讀書 你也不領情嗎? 姑媽,你經常口口口口口說為我 又想我怎樣又想我怎樣 你們有沒有想過我想怎樣? 那你說博情你想怎樣 總之我不想去那麼遠讀書 把所有錢都拿出來 就是花光我的錢 你跟我說 沒有,你跟人過大河還是臭河吃冰? 沒有 我報了哥倫比亞多媒體學院 多媒體? 多媒體學院? 我有朋友在那裡讀 我叫他讀得多好 那我就報了 這個朋友也怕是個女孩子 你搞這麼多事 就是為了追求女兒 你花了幾萬給他追求你,臭小子 哪有? 我交了學費 買一個單鏡反光鏡和兩支鏡頭 我肚肚不跟你們說 你不要借尿毒 出來… 是呀,你不要去逼他 你現在逼他埋牆角也沒用 我逼他?他追求你快要瘋了 我真的無論如何打倒一個澳洲 替他留學位置 是呀 恭喜奶奶,今天安床大吉了 是呀… 還有半小時才到吉時 不如讓我講解一下 稍後安床鋪床的程序吧 好呀,謝謝 你喜歡怎麼搞就怎麼搞 你現在什麼態度 這麼沒人說話? 你不明白嗎? 乖 蚊子 天姐,真不好意思 既然年輕人都不喜歡這些 不如不要安床 又或者不用斟茶接新娘 簡單一點,有心就行了 那…那做法怎麼好呢 不是呀,甜姐 我已經想了一整晚 我以為做足了禮節 不是,阿甜會開心一點 誰知道他們兩姐弟吵起來 你也看到了 弟弟還沒結婚 他們就吵成這樣 算了,不要搞了 我不想看到他們為了我 這麼不開心 弟弟是這樣的 他們兩姐弟煞氣 你又不要那麼賞心 你現在還做開樂 當然應該做他 我答應了你,幫你搞得最好 一定會幫你搞得好好的 到了大喜那天 很多奔客來祝賀 場面又很熱鬧 你一定會很開心 別擔心這麼多,別想太多 好 我明白 對不起,謝謝… 好,再見… 你真的打電話去澳洲那邊的大學嗎 整天早上你的口水都乾了 都打完學位 臭小子絕對不要在澳洲讀書 算了,別生氣了 你已經盡力了 那也沒辦法了 這條路是他自己選擇的 是好是不好 他也要自己承受 別激氣了 他知道我的激氣好,姐姐 日日早出去了,夜日才回來 叫他,他不回應你 我都不知道誰在罰誰 我都不知道誰在罰誰在罰誰 年輕人,動一點就發脾氣 要不就連電話都不接 但是,我是不知道父母對他們好 這麼早回來幹什麼 我都沒有地方睡 我們連續喝了兩晚 明天做新郎 你早點回去睡吧 是,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再見 再見 回來,我們再喝一杯 夜晚晚都不知道在這裡搞什麼 真麻煩 神娘回來了 有請一對新人入屋 一部金,二部銀,三部金銀本屋 有請新奶奶出大鏡 好了,新娘向奶奶請安 奶奶 花姐 各位親友 現在是麥一鳴先生 和趙詠鳳小姐的交拜儀式 正式開始了 一拜天地,二拜祖先 夫妻對拜之後 就恩愛到白頭,替成 太好了 太好了… 檢查儀式很快開始 很熱,倒杯水給我 怎麼這麼多菜 這就是媽媽昨天晚上 整整晚的滿堂飯 要怎麼自己煮 叫我去飯就行了 新奶奶禮素周到 滿堂飯是新娘入門吃的第一頓飯 意義是一家人美滿團圓寬醉一堂 意餐飯每一樣菜都有它的特別意思 就像這道蓮藕朱莉 意義是佳藕天成,大吉大利 不是嗎? 媽媽昨天晚上就做煙道菜弄傷手 新奶奶不叫外賣,堅決自己煮 真是她一片心儀 她希望每樣東西都很容易投 祝福你們一對新人,新郎哥 阿爹 Rumbo問你還要煮多久? 她說穿著眼狂垮很熱 我…我放她出去 來,喝一口水 是不是還有珍茶? 就快快去吃吧 每樣東西都可以快去 敬茶不可以麻煩 新奶奶,請上座吧 敬茶儀式現在開始了 好 現在一對新人要奉茶了 為什麼有這杯茶呢? 這杯叫感恩茶 是感謝父母這麼多年來 為自己做過的這麼多事 就像新奶奶為了一張子孫皮 在烈日之下走整個下酒 因為她擔心挑選一張 一對新人不喜歡的款式 為了今天大起的日子大吉大利 新奶奶昨天晚上都沒有睡 因為她堅持要自己親手煮一頓滿堂飯 她想自己的媳婦進門之後 吃的第一頓飯 吃得又舒服又美滿 新奶奶可能太緊張,又不夠精神 她還弄傷自己的手 這一切一切都是看自己的媳婦進門之後 一對新人在麥家生活得開開心心 思思如意,開枝散炎 好,現在一對新人雙雙下跪 敬賞感恩茶 感謝父母養育之恩 不計勞苦,不求回報 只望子女成人成才 新郎,先向媽媽敬茶吧 媽、子 很感謝你為我做了這麼多事 謝謝 拿著喝茶吧 謝謝 現在新娘子向奶奶敬茶吧 謝謝你,奶奶 謝謝你 乖 祝你們白頭到老,永結同心 奉過感恩茶,父母恩得銘心掛 奶奶喝過感恩茶 寄望新人散葉開花,富貧榮華 奶奶很快做媽媽 抱著她肥娃娃,天天笑得見鵬牙 謝謝奶奶來事 謝謝媽媽 謝謝奶奶 我還有東西給你們 Dee,你長大了 以後不僅要懂得照顧自己 還要懂得照顧老婆 和愛惜老婆 知道 Rainbow,以後大家就是自己人了 媽媽讀書少 我只懂得用你們的名字 授了幾個字 祝你們相親相愛,亂奉和命 謝謝媽媽 謝謝奶奶 很漂亮,可以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你,謝謝你 應該 好了,現在請大姑娘上座 一對新人敬茶 打我都要,不用了吧 要的,大姑娘為了一對新人奔波奴隸 新人應該向你敬茶,請 喝茶,大姑娘 你們不用跪了 新郎,向姐姐敬茶 姐姐,我知道你做了這麼多事 都是為了我,姐姐,喝茶 乖 大姑娘,喝茶 我送給你們的 小朋友,你幹什麼? 你笑我沒手錶 我四年半都沒戴過錶 幹嘛?有嗎? 好,你現在先戴著這隻錶 遲些姐姐答應你,有遲些人 一定會賣過這隻錶給你的 謝謝姐姐 謝謝姐姐 我以為你忘記了 姐姐答應過你的事,一定會記得 祝你們懲備金堅 謝謝姐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